大家好 今天呢 我录了好一期视频啊 应该录了有三期吧 我感觉这个是我最高产量的一天了 我一般一天可能就录个一期到两期 两期的时候都很少啊 一般就一期 我记得前一阵一期都不想录 就是学习特别忙的那个时候啊 学习那个日语 但是今天呢 由于这个日语啊 快学完的一个管理一下 完了我就愿意多跟这个大家多聊一聊 我那个minano ni honko啊 就快就快这个初级快学完了 非常非常高兴 我就感觉把这个书啊 整体的这个学了一遍以后 就特别有成就感 特别有成就感啊 就像当我每看完一个大波头的书 就是比较厚的 我特别愿意啃这种厚书 有多厚啃多厚啊 完了就给它看完 看完之后呢 就感觉有成就感 这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感觉 就每当我看完一本厚书 或者是完成了我一个目标的时候 我就特别开心啊 话就比较多 所以说今天呢 就多跟大家聊了两期 对吧 一般一天一期 现在一天两期 今天能做了三期 但是视频质量都不会差啊 除非是什么呢 就是像那种这个无病声音型 我看有的那个主播 一天能录个七八九十期 海外的有的那个YouTuber啊 跟哪个地方道听图所的 就是一天就录 一天就录 是吧 有一个算一个啊 就这种一天做这个八九十期的这种 基本上没什么营养 都是道听图所 要不然都是 瞎扯 瞎扯 没什么 没什么含量 就是只是含量 我就不一样啊 我看有个小伙伴 那个给我留言啊 有一个小伙伴 说什么来着 就是说那个 说每天看我的视频啊 就是他的精神十两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我那个什么 我家里人告诉我的 因为我很少去看那个评论嘛 就偶尔可能随即的会看一眼 学习也比较忙 在一个不忙的时候 我就挂着多跟大家这个 通过这种视频的方式交流了 我一般愿多做两期节目 跟大家去说啊 所以说有的时候 就我家里人告诉我 谁给评论 谁给评论 完了 我就那个回复一下啊 就在视频里头说一下 所以说呢 没有回复到的伙伴们 也不要这个 也不要这个怎么说呢 也不要挑礼啊 是吧 这个我也是这个 平时的时间特别紧啊 你说这不能两全呢 对吧 你说假如说又能互动 又能多做节目 我也想 是吧 但是 但是这个真的是啊 时间不够用 还帮大家理解 我还是本着这个 多给大家做节目啊 把我所有的这些想法 或者是思想 和大家进行交流 还是比较好 因为我的思想太多了 一时半会儿 真的 我又跟大家说三天三夜 就就天天说 天天说啊 都说不完 太多东西可说了 中国多有意思啊 中国五千年璀璨的文化历史 光辉的一个传统 中国的那些缺心眼多多呀 你天天就这帮人 我都找不了 对吧 但是我也不想像那个 就有的主 挨个给点个小爱心的什么 其实他都不看 就是给你点个爱心 可能让这个观众的感受 能够好一点 觉得看了 其实他没看 你说他那留言上百条 上千条了 怎么可能一人点个爱心 他也不回复 对吧 点个爱心 收收收的一分钟点完了 那其实跟魅力也没有啥区别啊 我说我那个 我感觉 那就是形式主义 所以说我对于那种形式主义 我也不愿意去做 太假了 要不然你就真看 要不然你就 就拉倒 没看也别装着看过 所以说我还是觉得 咱们还是活得真实一点 比较好啊 完了今天呢 我看了一个这个王志安的推文啊 王志安说什么 说俄罗斯如果再给普京20年的话 那他肯定会欢俄罗斯 一个强大的莫斯科大公国啊 这个太逗了啊 最后就上莫斯科了 是吧 完了都解体了 完了他成这个封建格局的一个大公 就是一个君主专制吧 一个君主专制的一个代名词了就 那这个 确实背不住普京真的能做到啊 但普京还是好使的 因为普京 普京他也不差钱 对吧 据说普京特别愿意这个穿这个意大利的衣服啊 所以一件都上千块啊 多钱多钱 然后还有这个三胖的最爱喝法国的红酒啊 都是都是非常名贵的 其实你说谁苦呢 你说三胖苦吗 不当然不苦了 那个普京苦吗 当然不苦 普京也不上战场 他也不去这个乌克拉 对吧 所以说最终谁苦呢 就是老百姓苦嘛 对吧 沉默的大多数苦嘛 但是你看沉默的大多数有的时候不起作用 他也是 选择性沉默吧 最终他自己苦 他硬了 对吧 所以说不要做沉默的大多数啊 做沉默的大多数这个 最终倒霉的还是自己 你这样我就没有做 对吧 我就没有做 可能我最终也会跟沉默的大多数 有一天都会倒霉 可能我会 我会倒霉的早一点 有可能啊 有这个可能和风险 但是又怎么样呢 其实 其实我和那些沉默的大多数 不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一个关系吗 我早一天 起码我还表达了我自己的一个诉求 或者是说 起码我活得还像一个人一样 但是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呢 那最终苟且嘛 苟且偷生 他们不叫人 我认为沉默的大多数不叫人 怎么说呢 我是怎么去定义人 我认为一个人应该正直诚实 并且敢于对不公义的事情说不 敢于维护这个社会的良善的一个秩序 这是我对人的一个定义 我相信这个是没毛病 就是沉默的大多数也不会说我这句话有病 对吧 或者是说我这句话有毛病 应该这么说 而且他们也是从来鼓吹去倡导 当然当局也会去鼓吹和倡导 但是呢 你看他们说过实话吗 你看他们为这个不公义的现象发生吗 没有吗 他们只不过会嘴上摇起那喊 喊口号而已 但是他这辈子他也没有做到过 所以说这就是我与那帮人的一个不同 与那些沉默的大多数的一个不同 我发现我自从我把我的这个焦点和矛盾 转换成和沉默的大多数的一个关系之后 我对当局的这个伙计少了很多 我没有那么大的伙计了 我以前伙计很大 我老觉得他这个官僚体制腐败啊 或者是说这个行政效率第一啊等等等等 有很多的那种腐败啊 大贪困什么的 完了还不让人说 就是这样 所以呢 但是现在当我想到了 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跟沉默的大多数有关系 那我其实我心里也好过了一些 真的好过了一些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一个事情 只能说成点被脱成在了中国 你脱成在欧洲不就好了吗 你脱成在北美不就好了 对吧 但是脱成在北美 脱成在美国 你也别脱成在这个打独立战争的时候 那个时候老苦了 只能说 只能说美国的那个独立战争的那一代人 为美国奠定了国家独立的一个基础 或者是说为这个今后的美国人 奠定了这个国家的一个基础 那每一代人都都得有一代人牺牲 都得有一代人牺牲 才会有很好的未来 要么不会有的 没有这种 没有有牺牲精神的人就没有未来 你包括中国 如果没有老一代的共产党人的牺牲 那怎么会有咱们今天这么祥和 这么物质极大丰富 这么开心和快乐的 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这个中国呢 是吧 怎么会呢 别的国家都都不对 就你对 是吧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一个国家 所以说显然啊 显然老一辈的吸增是非常的非常的 不容易的 是吧 非常非常的艰难 有的时候我也在想 老一辈如果是看到了今天的中国 他们是会显然的一笑呢 还是会想 嗯 怎么回事 好像跟我以前想的不一样 是吧 我也会有这种想法 嗯 我也会有这种想法 你比如说那些打成右派的死掉的那部分人 他们会怎么想 好了 闲话少去啊 不说这些了 嗯 这个他说强大的一个莫斯科大公国嘛 就算莫斯科那一个地方了啊 这个是王子安的一个意思吧 我看底下有一个叫卢秒的啊 我这个主要是想跟大家说什么呢 就是有两派人啊 一个是左派和右派在底下骂上的 把这两派人抢得上骂上了吧 其实说句实话 我看的就跟小孩子打嘴架一样啊 为什么中国能今天这样 我跟你说 你就看这种思维 就两个写简体字的人 在这里打嘴炮 你看一看他们那个知识储备 还有一个他们的思想 又知道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你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中国不可能有民主化 或者是说我对这个国家有多么失望 是吧 他这个不是个别现象啊 他不是个别现象 中国的教育水平还是很落后的 这是你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 你看那个各个频道那么多傻子去卖傻卖惨 卖这个卖那个的 就是女的去卖笑 你看看国内的那些直播平台的那些女的 一个个的有的是整容脸 有的是这个那个的 完了这个呢 天天恶心死了啊 恶心透了 你就是我跟大家这么说 你看一看咱中国小姑娘啊 不是说长得天生不立志 也有天生立志的 但是你你就一去那直播间一看啊 不管天生立不立志 就是普遍的充斥着一种土形味 就特别土 是吧 特别土 可能有极个别的 有一些这个魅力也好啊 或者是说这种气质也好啊 但是大概率啊 大部分你就看那个直播间 你去找去 闹那个壳 那都不是一个女人应该闹的画 有一天居然哥 这个直播间里有看一个女的 就是闹那个 闹那个KTV的陪酒女郎 所以你不喜欢这个 还可以换一个吗 就能换好几个呢 完了不行 这家KTV不行 去别的家 慢慢那个 慢慢 我都不好意思说那话 就这样 你说你还能在微信上面直播吗 这怎么不封号呢 我太有伤风话了吧 是吧 你这哥北朝鲜都废了 也不封号 人家不封号 完了你说点这个 比如说你像那个王极贤 说点关于乌克兰的反战的 给封号了 我说整个这个社会的风俗 真的是败坏啊 你这个 卖扫的不封 完了卖扫的 完了这个道德底下的不封 完了你那个 人家谈点这个反战的 支持世界和平的给封号 所以说这个微信的价值观有问题 是吧 微信的价值观有问题 但当然了 这个谁是管理微信的 当局管理微信 那当局有问题 对吧 正常的一个逻辑啊 完了这个叫鲁淼的这个缺心眼啊 这鲁淼也别说他缺心眼了 但起码他还有点理智啊 但是这个也有点极端 咱们咱们看啊 他说再给包子二十年会怎么样 我不懂 我看不明白 什么包子不包子不懂啊 这个咱就不闹这个事啊 不懂 看不明白 完了这个咱们看底下 我有点给他回应了啊 一直想问问你们 既然你们老认为他水平不行 所谓的没有能力 那么问题是你们反忠就该更应该支持他呀 他在台上岂不是会加速实现你们几十年来所谓的天灭什么什么 他都没敢写是吧 他那么写应该是某个党派的一个名我也不敢说 他都不敢写 你看翻墙出来都挺谨慎 这个还是一个支持当局的人 都这么谨慎 来个懂事的说说这里面的逻辑呢 这个人就是说了 这个卢淼就回复他了 他说 你就是个典型的白痴 把中共跟中华混为一谈 别翻墙了 回家接着炸油条吧 这又不明白 为啥说人回家接着炸油条啊 这有什么典故吗 明媚的伙伴可以个底下评论一下 我还真不知道 啥叫炸油条 完了这个 其实说中共和中华混为一谈 他是指什么意思 就是中共和中国混为一谈 我以前跟大家说过 我不想再说了 中国就是中共 中共就是中国 你没有办法去区分他 因为他有一亿党员 近一亿的党员 你上哪去分开 中国才多少人 一亿的党员 你知道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一个数字吗 都是各个学校的标兵知识分子 都是聪明人 我可以这么说 党员队伍里的这帮人的普遍的这个数字或者是学历 要比非党员的要高很多 对不对 咱平心耳论 你看各学校那些 咱们该啥这些啥的 就学成会那些人 不允许有挂口的一个现象 那是不是对于他们的学习 有很高的一个要求 再一个都会舔 跟他会舔 都会说假话 你看这综合全防卫的人才 所以说在当局的这个体制内 充斥了大量的这些人才 所以大部分的聪明人 还有可以说假话的人 基本上都在那里 那非常的厉害 所以说这一个亿人都是中国的精英 都是精英 打野号的 所以他们统治这 统治那些傻子 就是非精英 一个来一个来的 是吧 一个来一个来 他们确实能够代表中国 我是不是有点说多 反正哪些说的都不少 当然也有好的 也有好的 我又改自保了 是吧 也有好的 不能说都那样 都很友好的 可能是20%和80%的一个关系 或者三七凯的一个关系 也有可能 有可能 我说的不完全 对吧 你看当局不也说吗 我这里都有贪污饭 我天天得起来抓起来 但贪污饭也都是高学历 对吧 要不然他咋贪呢 怎么上位 怎么送钱 所以说这个 我自保一下 太吓人了 这个是到哪呢 这个叫什么玩儿呢 卢苗不回答完了吗 这个就是叫做 BOO什么YI 就是B玩一顿圈 Y E Y I 哈哈 你看一哈哈我以前跟大家说过 饭是没事哈哈 这都惊人病 都心之不全的 一瞅就没什么文化 哈哈 急了 老共行不行 由大多数中国人民说的 对大多数中国人民 你觉得大多数中国人民是正常人吗 对吧 都沉默大大多数 反正我知道你是铁老美的 但你肯定不知道 伊拉克叙利亚等被老美用了几十年的 自由民主包装后的国家 为什么今天会变得这么惨 你肯定不知道 老共同样花了几十年时间 让中国有了今天的底位 你看这个玩意 铁都不会铁 还底位 打错别字 你看这水平 后边还加个感叹号 第一位今天是搞位 不是第一位 他其实想打第一位 这也是个缺陷 另外按逻辑 你该为习大大叫好 因为你知道他水平不行 哎 那习大大我可知道是谁 这不是指咱们国家主席吗 你这不能这么捞壳 你怎么能说他不行呢 我认为非常好 执政水平 包括反腐力度都非常好 坚决拥护 坚决支持 但他这个说的就有问题了 你该为习大大叫好 因为你知道他 怎么知道他水平不行 水平行啊 是吧 我都不知道他俩 闹着是啥 就是这两个人 闹了半天没看懂 可能 可能我的支持水平也有限 不好意思 大家 今儿节目可能做的比较水 这个花了几十年 有这个地位 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一个问题 我认为他有文化的一个冲突 就是他这个宗教的一个问题 再有一个 说句实话 跟他们的人民有直接的一个关系 是吧 基因不行 基因不行 不适合老美的那一套 老美是抱着一个什么自由民主的兴趣的 这种天真的一种想法 认为所有的人都适合民主 所以说他去了 去了一看包市 但是你看在这个南韩好死了 在这个咱们那个 台湾地区 中国的台湾地区 是不是也受老美的影响 不也还可以吗 人家生不水平 不照大陆差吧 是吧 肯定比 我觉得他可能跟北上广深 应该是 差不太多吧 是吧 应该是差不太多 但是那个 比其他地方不好很多吗 咱只有北上广深 不输人家了 其他的地方相对来讲 可能还有不如台湾的一些地区 对吧 以前不是什么亚洲四小龙吗 极小龙 说着人家发展的也还不错啊 不见得说就那么 那么好 但是也不见得差 完了这个 这个这个 他这个 你像这个 这属于这个 就是在国内心智不全的这个玩儿呢 就这个字母吧 咱就叫它字母吧 因为它没有名嘛 连个名都没有的玩儿 就这个字母吧 它这就属于心智不全型呢 他不了解 他不了解 他所接受的 我发现中国有一帮心智不全的人 他老天天拿新闻联博的那些东西出来跟人辩论 这个就是真的心智特别特别的不全 对吧 他那个是官方的一个说法 官方的说法并不见得 他一定是正确的 但凡你有点独立思考的能力 你会认为一切的消息都应该经过自己的逻辑分析 才有可能辨别出来他的一个真假 怎么可能官方说的东西 尤其像在中国你没有言论自由 怎么可能官方说的东西都正确呢 你开玩笑嘛 你根本有自己的一个辨识能力嘛 那他天天说老美那边都是天天死严 什么疾病啊这那的 国外比较乱套风景 这边多好 你信吗 那为什么咱们还是发展中国家 而不是发达国家呢 你风景多好 这一点点的这个认知 你稍微有这么一点点的认知 都不能认知失调到这种程度 对吧 所以说这个字母还是缺心眼 我还在卢淼说的 说你列举的都是什么 几把国家 他这开卖人了 你看我就说嘛 这张嘴就骂人 这太 这些国家 以前老百姓过得什么样 什么 差样 你不知道吗 另外不要什么都扯到中共的功劳 比如你爹搬转 半年给你买了一部iPhone 你却要叩头感谢中共 完了底下又有人 有个帅道惊动旅人啊 你看他写这个名啊 就回答他了嘛 他说这些国家以前怎么样 这些人装啊 装名没搞 他说 你看帅道惊动旅人 就这个名 他起的帅道惊动 就认为自己帅道惊动了旅人 或者怎么样 就把别人都紧了 自己太帅了 就这你一挺着玩 他就不是一个正常人 你说 我就跟你跟大家这么说 你说简体中文圈 他有正常人吗 我这真是就随机反的 就王志安在推特里 就随机的一二啥 就拍头 从头一直往下看的 我都都没有挑 所以说我认为 简体中文圈是垃圾嘛 对吧 简体中文圈是垃圾 完了这个 伊拉克产石油 海湾 这个叫帅道惊动旅人 这个傻子 他说伊拉克产石油 是一个产石油的国家 海湾战争前 可以说负责流油了 家家有用人 让美国给毁了 你不知道吗 原来伊拉克生活很好 你像这个说 自己帅的吊渣的 这个缺心眼啊 那人家伊拉克 就是说什么 家家都有用人 这个事我俩从来没听说过呢 我就这么说啊 就说这事咱就不用去考证 咱就去调查什么伊拉克 哪家哪家都什么样啊 咱都不用说这个事 咱这么想 那美国呢 美国现在达到家家有用人了吗 英国达到了吗 德国达到了吗 法国达到了吗 这些老牌的列强都没达到 现在都是这个发达国家 那怎么的 伊拉克啥时候达到的 你告诉我 他吃这个石油经济怎么的 他不是 这些石油 你这么想啊 他这些石油 他卖给谁 他富起来 他不给卖的 卖给这些列强吗 他靠跟这些列强去 去这个发达国家 去贸易吗 他才挣着这个钱吗 对不对 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证明什么 他这个国家是得给这些发达国家去打工 就像中国似的 赚点钱 不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吗 那怎么呢 那个打工的还比主子更厉害了 更有钱了 你不开玩笑你吗 所以说我有的时候在想 就是你就包括现在美国 或者是说这个欧洲 他都没有解决这个社会底上的一个问题 欧洲现在基本上我感觉已经死下了 已经这个快解决的差不多了 那美国呢 可能是正在解决的一个路上 是吧 正在解决的一个路上 但是也比中国好老了 人家美国跑100米了 中国才能可能跑3米 5米还跌个跟头 就这么个比例 所以说你没有 没有 没有可比性吗 而且我看过伊拉克的一个纪录片 就采访过他的这个民众 他说这么说的 他那个纪录片是一个美国人拍的 美国就这点好 言论自由 这个民众是这么说的 说美国人不来之前 我特别恨萨达姆 我太反感了他的统治了 太 太腐败了 太怎么怎么地了 就一顿骂给他萨达姆 说美国人来了之后 我批帮的 批帮的 一顿打 打完了之后 我感觉也没好 感觉还不离以前的 就是说他自己生活也没有 有这个很好的一个改善 相反的 他还感觉不达好 就是这么说的 这是美国导演拍的这个纪录片 那纪录片名叫什么来的 好像就叫什么伊拉克 还是伊拉克之上 伊拉克之痛 我忘了 记不太清了 这看的时间太久远了 你像这个傻子这玩意呢 他唬唬别人行 你这玩意让我一听不精神不好吗 就那个纪录片他都已经说了 说这个伊拉克啊 原来他这个人 他是开一个修车店 完了顾了一个同工 你这在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允许的 你在什么欧美都不好使 你顾同工 那台的必须上学 不上学犯法你的父母 但是你看在伊拉克 这真不行啊 所以拍那纪录片的时候 就是那个纪录片 其实是一个反战纪录片 拍完了以后 给我的感觉就是什么呢 就是想告诉美国 少管人家闲事 他本来就那样 也不拿地儿 你管完了还不好 你就是好心 咱说白了 你也找不了这个问题 是吧 当然我也不想给同美洗力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说这个美国到底有多少私行 去攻打伊拉克 或者是说 有没有私行去攻打伊拉克 这玩意怎么说呢 这个就好比吧 哎呀 也没啥好比 这个比喻我还真的比喻不出来 只能是美国自己知道了 他自己高层知道 咱们自己也不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凡是从利益出发的国家吧 就攻打这个国家 必然是为了利益 你比如说普京打乌克兰 就是为了利益吗 这很明显嘛 就是为了自己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利益 那如果你非得从这个角度去出发 那眼睛里只有利益的这个国家的民众啊 或者是说当局 那看到的也就是利益 是吧 但是你说美国和伊拉克 它到底获得了什么样的一个利益呢 反正我没怎么太看到 但是有可能是这个秀了一下肌肉 震慑了一下其他国家 是吧 别跟我叫我啊 我好死 拳头硬 有可能 也就这个利益了 你说经济利益什么的 石油什么 美国也不差钱 他打伊拉克花的那个钱 还维护 还维护秩序 又扶持政府 花的那个钱 怎么买不起那个石油啊 显然他入 这个收入和产出不成正比 那天有一个英国 英国牛津大学的一个学者啊 就这个事他调查了一下 他说 他统计的一个数据啊 他是这么说 他说这个其实美国没合上 就他这个打完之后 维护的一个费用啊 还有导弹的 扔那个导弹的钱 其实还要给美国士兵 这个比如说牺牲了啊 抚恤这个钱 最后一算呢 根本就跟那个 就买点那个石油 都不算什么钱 就那么一笔 咱都知道 这美国士兵的生命是真的值钱啊 他不像那个俄罗斯 俄罗斯好像给 合40万人民币吧 对吧 美国那都给好几百万 得那么赔 对吧 人家给的是美元啊 你看俄罗斯再过两天 的汇率再一跌一跌 那可能40万人民币都没有 可能就变20万了 过两天就变10万了 就这样 你说你脱成在俄罗斯这个国家 你说是不是 他士兵的抚恤金 人命都不值钱 点着背 点着背 然后你再碰上普京 20一世纪了 还能光光干一场 又回到那种冷战的一个年月了 或者不是冷战的 就是二战的一个年月了 感觉啊 也挺逗的 最近国内那个乌克兰的一个主播都不让播了 销声匿迹的 中国特别逗啊 完全就是这样 就咱们这些东西 咱就不用说 就是正常的一个人 他能说出来这种话吗 说伊拉克的人都负得流油了 每家都有用人 我问一下 那在伊拉克 谁去当伊拉克的用人呢 对吧 那不害得是伊拉克人去当伊拉克的用人吗 我没听说他怎么请费用吗 像香港人在请费用 香港也不是家家请得起费用吧 那怎么呢 他 那香港现在还有穷人呢 就那么好的一个城市 他不也有穷人吗 住不起房子的穷人 那小孩拍一个纪录片 伊拉克还有这个用人 他用人从哪来呀 你告诉我家家那个用人从哪来 如果那个用人要是伊拉克人的话 那不就 那你告诉我伊拉克家家都有用人 那这个人还去挡用人呢 那逻辑根本都不同嘛 那可能都是外边的人吗 我顾的他负的流油 完了顾周边国家的 你非得这么抬杠吗 就开玩笑嘛 还用人 他家家负的流油有用人 就这种用脚想的不符合逻辑的一个东西 根本他都经不起这个现实的一个推敲嘛 起码我看的那个纪录片里头 那个修车的一个老板 他家里就没有用人 还顾同工呢 完了埋了八台的 他就说了 萨达姆统治的时候和 萨达姆倒台之后 感觉也没这么好 相反好像还更坏了 那人家都是一线采访的 而且采访的也不是一个这个修车的 还采访了其他很多的各行各业的 很多人 那美国的这个纪录片 我看完以后 我更加的反战 我特别反感这种战争 战争其实你说 战争是政治的一个延续 那为什么要拿这个百姓的生命 去进行这种政治的一个延续 我知道那有的时候 不是特别理解 可能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或者是说自由主义者 我不愿意有这些血型的一些事情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呢 我就跟大家做到这了 所以说你看国内的这些傻子 弱智非常非常的多 简体中文圈 我认为就是一个垃圾 简体中文圈 如果没有我 我跟你说 就是在油管上 我指油管 如果没有我 我就感觉都是一潭死水 都是一潭死水 我可以这么说 我哥这个油管 就粗淤泥而不染 酌青莲而不咬 我这真是 真的 咱这啥也不用说了 都是同行的衬土 才显出来我的可贵 其实我也不认为 我自己有多么的优秀 但跟他们一比 我太优秀了 我好像以前在节目里 都说过这个话 我每每想到这里头 我都自豪 我为我自己骄傲和呐喊 是吧 我欢呼和雀跃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